欢迎回到观天下新闻现场 谢指和平街和中正路30巷口 因为有路灯杆还有电线杆 而且路原本就已经很窄了 再加上又有电杆挡道出入很不方便 也且有碍观瞻 在接候民众成形之后 26号今天早上市议员廖正良服务处 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也决定要把三支电杆合并成一支来解决问题 来到和平街与中正路30巷口 两条路已经够窄 但是偏偏在巷口就矗立了三支电杆 其中有一支是路灯杆 而在网上望去 有邻里的广播器 也有警方的监视器 整个杆子上是密密麻麻 对警官有影响 民众更抱怨影响通行 这路碎掉 没有小心车 对啊 电条那里 现在没有飞车 比较有危险 还有人在走 这些人出了我哪里 这路太小了 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些电条 想要坐 很久了 没好看 主要就是说 久了这些东西 久了要派的 我们要请我们这个工作 来集中 改善一下 人在走非常多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车 在走非常多 在接获陈琴之后 26号上午议员廖正良服务处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里长说其中这个木材电感最夸张 应该有几十年了也出现腐蚀的状况 再加上上头挂了这么多东西 很担心哪天倒塌 压伤人那可不得了 有只要六十年了 他以前古早时代就是说用这个我们的茶的电条 电条因为他这个旧来 旧来已经也要熬过了 要熬过去的中间 你现在民政那些双有的没的 想说不如刚才说洪台来 还是说我们这个 应用我们的费验 不如刚才去港路人 还是说去善务人 这任命 任命的关天 希望我们这个 急急来击它改善一下 在相关单位会刊之后 公水将通知附卦在上头的管线单位进行迁移 将三支电感撤除 重新立心感进行整病 加成慧玲西纸采访报道